打死王宝强都想不到 六年后军再次遭到情敌宋哲的挑衅 这背后究竟藏了什么毛腻 2016年 王宝强事业处在上升期 本想着赚大钱 让漂亮媳妇和俩孩子过上好日子 却想不到 漂亮媳妇马荣竟然被地里捣鬼 甚至是活生生给王宝强戴上一顶绿帽子 与经纪人宋哲搞在一起 而马荣和宋哲完全不单单只是私下偷情 竟然合伙想要将王宝强搞垮 夺走他名下全部资产和股份 但就在宋哲马荣二人完成收手之前 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打得措手不及 此人正是宋哲老婆杨慧 在发现自家男人与有福之父偷情时 没走路任何风声 直接一个电话打给王宝强 而王宝强丝毫没有乱了方寸 被地里偷摸搜集狗男女偷情出轨证据 在证据确凿之下 立马单方面宣布离婚 并且起诉宋哲转移资产 彻底让二人傻眼 马荣竹篮打水一场空步说 甚至就连情人宋哲都难保住 活生生背叛了六年牢狱之灾 但六年后 宋哲出狱境再次对王宝强发起挑衅 甚至是满心都是对王宝强的记恨 而这背后似乎藏了一场猫腻 其实当年 宋哲在转移走王宝强资产彻底败露后 他有心思原封不动还给对方 并且希望对方在谅解书上签字 饶过他一命 但彼时王宝强彻底被女人和兄弟伤透心 压根没有给他任何翻身的机会 拒不签字 活生生看着六年牢狱之灾砸在宋哲头上 这对宋哲来说 无一不成为他心中的怨恨 即便坐牢六年出狱后 话里话外都想要报复王宝强 但只能说他活该 偷兄弟女人不说 还密谋卷走钱财 压根不值得被王宝强原谅 而漂亮媳妇马戎实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马戎偷情败露后 揣剪刀大闹钱婆婆寻死密活 呈压垮王宝强痛下杀手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年马戎因与宋哲偷情转移资产败露后 被王宝强单方面起诉离婚 导致他彻底成为被动的一方 甚至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而马戎自认仗着美貌 不可能会败在王宝强手下 并且背后花心思想要制造王宝强家暴的证据 这就让他在网络之上留下了一段丢人事 因为他主动找上钱婆婆闹事 本想跳起来打掉门头监控 谁料一个梦跳的功夫 口袋中的剪刀掉在地上 活生生打了他的脸 他主动拿剪刀上门挑衅 而当王宝强亲妈看到马戎后 被对方的泼辣无赖模样弃进医院 彻底惹怒了王宝强仅存的一点底线 而马戎却因自导自演闹出笑话 还在网络上留下一张张摆拍照片 真面目暴露后 蒙上脑袋被助理背着逃走 让旁人看了一场狼狈好戏 其实马戎被地里动不爱心思时 早被王宝强一通电话曝光 在二人彻底婚变的一年前 王宝强参加了综艺真正男子汉 一群大明星上交一切通讯设备 以军人的姿态训练录制节目 当节目组准许一群大明星给家人通电话时 只有王宝强在响灵最后几秒才接通 甚至马戎话里话外都在质问 为何现在打电话 难道这通电话是坏了他的好事吗 况且马戎没有任何想念 以有事为由搪塞挂掉电话 惹来旁人的看热闹 只是在王宝强跨过马戎和宋哲这个卡后 好日子已经来到跟前 是对方二人高攀不起的资本 如果不是黄渤的这番话 恐怕王宝强还会被扣上傻哥的帽子 王宝强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傻哥 那么纯洁善良那么简单 他太贼了你知道吗 王宝强本身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 没见过世面又畏畏缩缩的模样 有幸得到冯小刚导演的赏识 专门邀请他拍摄电影《天下无贼》 并且饰演傻哥一绝 而就在电影结束后 冯小刚还自责到后悔让王宝强演傻哥 不是他表演不出色 而是他傻哥的模样太真实 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傻 但其实冯小刚都被王宝强给骗了 因为他还真不是个傻子 如果当年他是傻子 就不会将宋哲送进监狱六年 更不会登上金骚主舞台 当年在收下被戴绿帽子的屈辱后 王宝强丝毫不慌张 直接对狗男女重拳出击 以洁身自豪的模样 没有让对方挖到任何丑闻 甚至找好兄弟陈思成 借钱都要把税交上的态度 就已经赢得万千人数大拇指 而王宝强在事业上野心不小 在自导自演处女座大闹天竹 砸头上烂篇的骂名时 王宝强完全没有狗急跳墙 反而大大方方跑去金骚主舞台领奖 话里话外都是诚恳 更是想要对观众一个交代 正是用这样诚恳的姿态 让观众更加期待他未来的作品 知道这个金骚吧 他不是一个很光彩的这样一个讲象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呢他可以编成你进度 我爱电影 我尊重电影 我尊重观众 尊重在座的前辈们 这就完全给他新电影 八角龙中造势 同时在好哥们陈思成的协作下 王宝强的新电影更加成为热卖电影 短短上映24天 票房已然突破20亿 这无疑不是让王宝强彻底扬眉吐气 甚至是从傻哥跨越到了资本的地位 或许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 早已经不是被笑话戴绿帽子的傻哥 反而是站在顶峰的资本